好 這是高雄沿城區的大圍街 一群人聚在停車場旁邊聊天 這個是一大早大概是六七點鐘 那麼因為喧嘩聊天 有民眾就報案 那麼結果這一群人 以為是附近的一名女子所為 就上前去叫囂大罵甚至還丟石頭 恐嚇說半夜要放煙火 當時警方到場的時候 現場還一團亂 看看當時的情況 好 女子拿著手機要錄影 卻被飆罵甚至拍掉手機 氣了他到醫院去驗傷 因為在過程當中造成了 他有一些差錯傷 而動手的這群人 不認為自己有錯 認為說早上聊天又怎麼了嗎 反倒還指控員警到場的時候 粗魯的推了他們其中一個人 那麼囂張動手的兩名男子 被警方依照傷害 還有毀損現刑犯移送法辦 以上是目前來自高雄的詳細資訊